漢墨天地勤会员连展涵盖水墨油画书法转科和多媒体等作品 丰富的艺术形式错过可惜 中华娱乐文创产业发展协会策划筹办漢墨天地勤会员连展 邀请会员展览作品这独特的创作品 最大的特色就是水墨画的基础之上延伸了很多多媒材的使用 让文化的延伸性更强了 让他的艺术品位更高了 那在传统跟创新融合的情况之下 艺术的表现手法越来越创新也越来越灵活 是这次我们连展最大的特色 苏画家萧明松老师的一些转科的作品 他这次特别选用了100个寿制 做成他的转科的主体 从这个寿制的本身一直到他寿制的成语 所展现了一些人生的意境 跟我们现在社会的脉动是相结合的 中华艺术底蕴丰沛 再加上创作者都是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书画家 每一幅作品都是艺术家偶心沥血创作 在艺术无界的发表世界中 每个作品都具点藏价值值得赞赞 我们写艺的画法 主要是来自这位97岁高龄的黄耀平老师的创作 他早年很多的水墨勾勒的一些灰洒的一些手法 都在现在成为一个流行的一些形式 你就看得出来他在水墨画的一些内涵的使用 跟一些表现的一些技巧上都更加的灵活 成为现在一些水墨创作的一些典范 汉莫天地勤会员连展 总计有超过50件以上的作品参展 展览地点在台北市立图书馆三明分馆展览室 从即日起到7月15号为止 创作质量兼具 文采丰沛的创作值得细细欣赏品味 感受满满的创作力和艺术感 记者林立吴志恒综合报导